病毒是全人类共同的敌 可能在任何时间 在世界任何地方出现 中国同其他国家一样 都受到了病毒的攻击 是受害者 不是加害者 更不是病毒的同谋 面对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 和传染病的威胁 国际社会应当团结协作 同舟共计 而不是相互处责 甚至叫嚣什么追责索赔 2009年H1N万流感 在美国大面积爆发 并蔓延到214个国家和地区 导致近20万人死亡 有谁让美国赔偿了呢 上个世纪80年代 癌丝病首先在美国发现 并且蔓延着全世界 不知道给世界上多少人造成痛苦 有谁找美国追责了呢 2008年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动荡 最终演变成全球的金融危机 有谁要求美国为此承担后果人 美国的一些人必须要清服 他们的敌人是病毒 不是中国人 一味的攻击抹黑 不能挽回浪费的时间和逝去的生命 тем他会如果可以感激芽 你就稳当开怎麽 有什么领神角道 向越湖费的时代